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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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弟兄姐妹 你很愛 你很愛 我真的很喜歡台中 台中 always就是 怎樣 練兩招 練習兩招 然後聽說每次 我的經驗啊 每次台風叫 看台中都放不到 因為台風都不會到台中來 所以 我就覺得台風就是 台中這個地方真的是好山好水 好地方 也不缺水 路又大條 車又好開 真的很喜歡這裡 好 今天是要來分享 我們在基督禮的身分 在這個之前 我跟各位先分享 我們個人的 在聖靈充滿這個部分的經驗 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等一下 才會跟各位來講 身分解決的部分的一個 一個別到 好 那先談一下這個聖靈充滿 我想如果講到聖靈充滿 大家都知道這個 一定都是不是在談那個 死不行傳裡面講到的那個 第二章一到四節裡面 提到的這個一個經節 那我練給各位聽 五星節到了 門徒都聚集在一處 忽然從天上游想生下來 好像一陣大風吹過 充滿了他們所做的房子 又有舌頭如火焰顯現出來 分開落在他們個人頭上 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 按著聖靈所示的口才 說起別國的話來 你們請注意一下 就是在最後這一句話 按聖靈所示的口才 說起別國的話來 那為什麼可以強調這個呢 我先講一下我自己的聖靈 被聖靈充滿的經驗 我自己被聖靈充滿的經驗 跟聖靈上顯示是完全不一樣 沒有這樣子 我認為呢 我在 我是在錯夢的時候 被聖靈充滿 我不知道各位 被聖靈充滿的經驗怎麼樣 但我個人 因為我剛剛講過 我是在錯夢當中 我覺得我被聖靈充滿 那其實這也是 很好笑 很好笑的一個經驗 就是我在夢中呢 我就夢到 天父就站在我面前 然後呢 他跟我說 你要迴改 那我一直說 你要迴改 我馬上就跪下來 在聖靈上說 是 我要迴改 因為我知道他是誰 那個 你知道 有很多事情 我可能說明白 說你不認識他 可是你在裡面 就可能認識他是什麼 但我知道很清楚 所以我跟那時候 就迴改說是 然後 突然我就覺得 我被那個 好像那個 雲啊 就是像棉花一樣 你就包圍起來 然後就包在身上 然後我就浮起來這樣 那浮起來的時候呢 我感覺那個 周圍的那個氛圍 是一種很 很甜蜜 然後很溫暖 然後非常的 覺得非常的喜樂 從我的心裡面 有流出來 那 那一種被天父的愛所充滿的感覺 老實說我真的是很難 很難形容 因為在那個當下 你會覺得真的是非常的 享受在裡面 然後 你真的希望那個時間 就是這樣停在那邊 你就永遠就 浸泡在那樣的一個環境裡面 那是我自己覺得 我被聖靈充滿的一個感覺 那 知道 這個讓我想到一個經節 就是在這個初愛子記 三章 三十三章十一節所描述的 那個 約束甲因為上帝的同在 所以他 就不想離開那種會目 大家如果時間 可以看到這段節目 那等到我這個夢醒來之後呢 其實我也不會像這個 史福星在裡面講 我馬上就可以說謊言 其實也沒有 我也沒有這樣的經驗 所以我剛剛講說 我跟聖靈充跟這個聖經上寫的 並不同 但是呢 我剛剛為什麼要特別重複 念了剛剛這個 第四節的最後一段 說聖靈 按著聖靈所示的口才說起給我的話 因為聖靈是會把那個 火石 恩赤的跟火石給 不一樣的 所以我個人認為 我剛剛說是被聖靈充滿 但是 其實我沒有說 八夜 我覺得我也一樣被聖靈充滿 雖然大家都認為 那時候已經是一個sign 但是我覺得我被聖靈充滿 好那當然醒來之後 我剛剛講 我沒有沒有辦法 還是沒有說謊言 謊言是在別人願意 但這不是我們今天要講的 只是說我要跟各位講 在這個夢境裡面實在太真實了 太真實了 所以我就認為說 這個就是我自己被聖靈充滿的經驗 那我相信 我相信神會用各種方式 讓你臨受聖靈 即使到現在你還是相信我 我可能還是沒有被聖靈充滿 但是我鼓勵 我認為神 祂不受困難 祂可以用任何辦法讓你 被聖靈充滿 那我們在美國 佛特利超自然事項取消 所學習跟教導的 就是要聽信心去操練 學習聽神的聲音 然後和神一起同工 所以我們可以為人家做 移植導導 我們可以為別人收音樂 做服飾 那這個就是我們在 我特地所學到的一個 一個服飾人的方法 那我們在服飾的時候呢 我們都會先讓喜樂靈充滿我們 那這種狀況也看起來就很像 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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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舉個例子就是 我們剛回來沒有多久 那時候 淡教教會就開始要做第三場的這種服飾 醫師服飾 那有一次會被師母的邀請我們 去那邊做教導 那... 那一次呢 我們... 我自己是領受到 神的醫師是要醫師這個膝蓋 那當然他們要開始之前都會 敬拜的時候都會跳舞啊 都會在什麼 前面去領受這樣 那我自己領受是說要醫治膝蓋 所以那時候呢 我們就... 我就按著我自己的領受呢 就說好 那今天有哪一位膝蓋有 覺得不舒服的 然後請他上來幫他祷告這樣 那...誒... 我本來這樣說誒... 大家都沒舉手 我想說誒... 誒... 後來誒... 有一位老子妹的 他這時候就舉起來 誒... 誒... 所以我說那... 請他到了台前來 我為他來... 祷告 那當時... 其實也不是我祷告的 我只是請... 請他的同僚幫他祷告 就祷告一次 祷告完之後 誒...那你就試試看 叫他蹲起來站 結果... 馬上得移植 立刻得移植 所以... 我覺得... 在我個人認為... 那位姊妹應該也沒神秘從來 所以... 所以... 我覺得... 神在做功的時候 覺得有很多是... 沒可能想像的事情 好... 好... 所以在... 約翰福音十四章十二節說 我十次正在告訴你們 我所做的事 信我的人也要做 而且比我做得更大的是 這是神的應許 你們期待嗎? 好... 那我把時間交給你們 來... 謝謝你 我聽到你的掌聲了 我們去年在這裡 瘋狂的跳舞 有多少人在場 請舉手 哇... 十個之內耶 今天所有人都換了耶 好厲害喔 是... 去年跳完舞 都大概決定... 呵呵呵... 嚇到了嗎? 呵呵... 我為什麼要請我們老公 先分享 就是... 我們在聖靈裡面的 更新跟經驗 假設今天 練火教會真的很租了 一個下面 然後開始 醫治事工 不管是 內在醫治 或是我們剛剛說到 這個身體的醫治 請問你們要怎麼辦? 開始禁食禱告四十天嗎? 還是開始 連串起來 然後開始 就是... 二十四小時 大家合格接班禱告嗎? 我不是說那樣不好喔 我只是問大家 你們會怎麼做? 那青少要怎麼做? 青少你們要比我們做更大的事 知道嗎? 對啊 因為你們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嗎? 所以... 如果我們已經長得這麼高 你們已經都長得比我們高 對不對? 所以你們會做比我們更大的事 那... 請問你們會怎麼做? 呵呵... 我們彼此看一下 所以很多的事情 其實是跟我們的身份有關 如果我們不清楚知道 我們在基督裡的身份 很多的東西你就會變成 用表現主義來代替 所以... 但我知道獵禍已經進入到一個... 一個階段是 你們要開始晉升的時候 要開始往前的時候 或是更多的與聖靈同工的時候 其實跟聖靈同工相對是什麼意思 你知道嗎? 很多事情不是在你的理性主義思考下面 你可以control 對嗎? 大家可以認同這件事嗎? 如果今天聖靈所做的事情 我不是說违反道德喔 我是說如果 Out of your control 你可以接受嗎? 欸...沒有人要領悟我耶 哈哈哈... 等一下... 你要知道喔 我們裡面是靈魂體 對嗎? 所以理智只是我們意志的一部分 你還有情感 你還有想像力 你還有好多的東西 那些當聖靈在運行的時候 其實是超過我們所求所想 所以我們需要有一件事情 就是跟神說 主我願意 我願意嘗試 即便可能是犯錯 就像我老婆剛剛說的 如果她說 欸...今天想要一致膝蓋不舒服的人 結果沒有人站出來 你覺得怎麼辦 這個人是假先知 用絲頭把他打死這樣嗎? 不是嗎? 就是我們預備一個地方 是大家都可以嘗試看看 如果大家錯了九遍 只有最後一遍真的有得意志呢? 你覺得是如何? 然後那個得意志的是你爸爸或是你媽媽 或是你的小孩 你的感覺是如何? 會不會為他高興 為他開心 對嗎? 所以其實在聖靈裡面的冒險 是一件非常快樂的事情 這些都跟我們在基督裡的身份有關 欸...我是... 這是去年我們說的 喜樂的耶穌 為什麼我們提到在《摩特律》呢? 就是... 我的背景是十五歲金教會 十六歲壽司 然後就是非常非常的乖的 福音派的孩子 還暑假一定去校園團星報道 讀聖經 一卷書一卷書查 然後也有去學員 去做四律的傳福音 後門 對 然後再跟著教會 一卷書一卷書的成人主日學 後來呢 到了淡加教會 因為教會從三、四十年 開始發展到 我們要走的時候 八年以後是五百人 就那個過程裡面 大家就是拼命做事工 我發現 當我要去《摩特律》以前 我已經整個人burn out 就是整個耗盡了 你不知道你還能給什麼 你也不知道 到底我裡面還有什麼心有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裡面沒有喜樂 我可以經歷很多很多事工 但是我一點都不enjoy關係 所以我今天跟這個人 有事工 我們就聯合 我們就有聯繫 但是事工結束刷 再見 沒有什麼好談的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現代人的忙碌下來 所出現很奇怪的狀況 但如果我們能夠知道 我們所有的一切都是 源自於我們的身份 在基督裡的身份 其實你會發現 我們的服飾是不同的 那當我們到《摩特律》的時候 第一個我覺得 你們講的神 跟我認識的神不太一樣 你們的神怎麼這麼容易開心啊 為什麼我以前在台灣的時候 總是要一直 陶族喜悅呢? 感覺好像神很難開心 對嗎? 可是他們怎麼都沒有說 陶族喜悅這種事情啊 他們就覺得 神因為看到你就很開心 在這裡請問 你相信神看到你就很開心的請舉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我們在基督裡的身份 第一個我們是他的兒女 我們會像耶穌 而且我們會繼承他的產業 你要知道耶穌所擁有的一切 而且我們都擁有了 然後下面的新普及一本 是羅馬書八章十五到十七節 你不用翻譯 因為新普及一本 大家目前還不夠普及 哈哈哈哈 我們在 我在 去美國以前 我們是2011年 去美國 去美國之前 我們就開始在嘗試 除了合格本以外 我就會讀別的本 版本的聖經 後來那時候 我們在神學院裡面 我們就開始讀新一本 然後呢 回來從美國回來 因為我又開始想 我可不可以在 有別的版本來念 因為我覺得合格本 非常好背誦 但是他們在說什麼 我不知道你們會不會有這個困擾 年輕人會不會有這種困擾 年輕人會不會有這種困擾 哈哈哈哈 還好喔 我中文翻譯 中文造詣很好 後來呢 我就發現 當我發現了新普及一本的時候 我覺得他翻譯得很平順 而且容易懂 羅馬書八章十五到十七節 他說因此你們領受的靈 並不會使你們成為 皇后不安的奴隸 相反你們領受的是上帝的靈 上帝收養你們做了他的兒女 我們既然是上帝的兒女 那我們就是承受他產業的人 所以當我們是他的兒女的時候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一我們會向他 二在耶穌基督裡面所擁有的一切 我們都會承受 那請問耶穌基督裡面有的是什麼 哈哈哈哈 我們在基督裡面有的是什麼 是自由啊 耶穌在十字架上為我們承擔的一切 所以我們什麼 病可以得醫治 對嗎 我們有更新的生命 我們有永恆 好 我們有許許多多屬靈的柱子 所以呢 我們千萬不要覺得 我們只要按摩就班的 好好過日子 其實神要給我們的事超過這一切 你們期待嗎 華人很可愛喔 就是如果我是下面的女的事 反正上面的人問什麼 我都不會回應 從故事到老師 大家都會習慣這件事情 很可愛 對 所以呢 我們會像耶穌 因為約翰一書三大二解 告訴我們 我們都要像他 所以今天 我看朱光蕊 我看他的爸爸 我看任何的人 我都要在他的身上 看到耶穌的樣式 你知道嗎 這就是 就是 啟示心的文化裡面 不同的地方 就是 我在每一個人身上 可以尊容他 是因為我看到 耶穌在他身上的樣子 而不是走到哪裡 都要告訴人家 你是個罪人 怪你會開 你還是說 不是這樣 而是你去找到 他裡面的那個黃金裡 告訴他 你哪裡像神 你在神的眼裡 是多麼的寶貴 這樣可以聽得懂嗎 所以耶穌看到你很開心 你可以了解為什麼嗎 因為你是他的兒女 因為他在你的身上 看見他自己耶 所以耶穌看到你很開心 就像這樣 你覺得自己長得像耶穌的那裡 你的請舉手 某部分 我們不要說全部都像 但是一定有一個部分很像他的 你覺得有的請舉手 沒有人舉手耶 沒有人舉手耶 你沒有覺得自己像耶穌喔 真的還假的 大家是太欠卑了還是太客氣還是 那這樣我們實在需要有 請示性的文化在這裡培育 請示性的文化就是告訴你 神怎麼看你 神怎麼用他的眼光告訴你 你身上的黃金在哪裡 所以耶穌看你是這麼的開心 大家可以相信嗎 你們今天什麼都可以忘記 但是不要忘記 耶穌看到你的時候是這麼的開心 好嗎 因為他看見你是他的兒女 他看到你裡面的他 好 第二個你要知道 天父對我們的愛 是對和對耶穌的愛是一樣的 你可以相信嗎 為什麼 因為經文告訴我們 約翰福音詩七章二十三節 他說 耶穌在為門徒祷告老師說 我在他們裡面 天父你也在我的裡面 願他們經歷如此完美的合一 讓世人知道是你拆了我來 也信說你愛他們 就像你愛我一樣 這也是耶穌說的喔 耶穌說天父你愛我 就像天父愛世人 愛門徒是一樣的 所以天父沒有比較愛耶穌 不愛你喔 可以理解嗎 這些經文大家平常都有看到對不對 但是大家有沒有這樣想過 沒有 會心裡有覺得天父比較偏心 比較愛耶穌嗎 幹嘛問我 幹嘛問我 所以呢 約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幾言 就到那日你們就知道 我是在我父裡面 你們是在我裡面 我也在你們裡面 所以這是一個很奇妙的概念 就是 耶穌在天父的裡面 合一 我們又在耶穌的裡面 然後呢 耶穌又在我們裡面 所以你知道那一個是怎樣的一個 重疊的畫面嗎 這就是剛剛冠軍牧師一直在講 沒有任何事物可以使我們與神的愛隔絕 因為神說祂在你們裡面 我們又在祂裡面 我們就一起在天父的裡面 你可以理解這件事嗎 就是 你怎樣你都立不堪天父 因為祂就是這麼愛你 你怎麼樣都立不堪耶穌 因為祂愛你 你是被神城包圍在祂的愛裡 所以今天你說 我感覺不到你的愛沒關係 但是你還是在祂的愛裡 我說今天我說謊了 這樣子我還會在神的愛裡嗎 我今天說謊 我可不可以在神的愛裡面 可不可以 可以嗎 還是神說先出去面壁三天 在頭找我 哪一種 蛤 第一種 對啊 因為沒有任何事物可以使我們與神的愛隔絕 你知道今天都是我們自己先封閉起來 我們自己卻覺得我們不配 可是你想想看浪子的那個比喻 那個就是一個天父的形象 他是早早就等在那邊等你回頭 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他是快快跑過去擁抱你跟你連連親嘴 這個才是天父的形象 我們不要把天父想得非常容易憤怒 非常愛情罰人家總是在找你的茶 那個不是神 那可能是我們自己原生父母或是老師的形象 你們學過solo就會知道 很多人會把長輩父母或是師長的形象 會投射在天父耶穌或聖靈的身上 但是實際上不是 誰還記得 誰看你是很開心的 所以你知道嗎 基督應該很開心對不對 有人一天這樣看你都很開心 家裡有新生兒的請舉手 沒有人有新生兒 所以你家裡新生兒是最小的 還有別人 對啊 你看到新生兒的感覺是怎樣 然後他一步一步的成長的時候 你有沒有很開心 會走路了 然後先回到會爬了 會走路了 會坐了 會叫爸爸 會叫媽媽 很開心 你知道神也是這樣欽赫我們 越來越像他 而不是告訴你 你這裡沒有坐好 那裡不夠 這邊不夠完耶 有1%犯罪就全部比較慎潔 這有沒有像那個 考試沒有考到100分 但是只考99分 然後就問你那1分是什麼 好 所以呢 當我們確定清楚知道兒女的身分的時候 你要很清楚的知道 我們可以坦然不絕來到神的面前 對吧 這沒有什麼好怕啊 為什麼 因為一切都是耶穌做成的 因為一切都是耶穌做成的 不在乎我做的 不在乎因為耶穌做的 所以 今天我們要怎麼樣脫離表現主義 很重要一件事就是 你要知道 耶穌不是只是為我們釘死在十字架上 而是我們這一生所有的定義 都因為他所拯救的 來自於我們是他的兒女 好 所以呢 接著要告訴大家 第二個身分很重要 是 我們是 藝人 你覺得你是藝人的請不住手 欸 1 2 3 4 5 6 好 請 請放下來 那其他會覺得自己是藝人的 是什麼呢 這是剛剛我們講過 也是從 冠軍故事一開始 在待機敗手 就一直在說的 沒有什麼能夠使我們 與神的愛隔絕 那這個辛苦集一本 也是賣得很好玩喔 他說 有什麼能使我們 與基督的愛分開呢 如果我們遇到困難 災難 迫害 飢餓 貧困 危險 或死亡的危險 難道就表示 基督不再愛我們了嗎 你會覺得這很實際 當你碰到這些東西 你還會覺得神愛你啊 你還是會覺得 我是團團被神為據嗎 還是我們就開始 哭天反地 說主啊你在哪裡 還是我們來開個天堂法庭 開始訴訟 不公不義的狀況 我不是說 不好 但是我可能有另外一種方法 不 精管有罪一切 靠著愛我們的基督 我們就能大獲全盛喔 欸 經文說大獲全盛耶 他不是說只有打平喔 打了半死半 我們打平手 不是 是大獲全盛 我深信 沒有什麼能使我們 跟上帝的愛分開 無論是死 是生 是天使 是魔鬼 是我們今天的恐懼 還是明天的憂慮 甚至是地獄的詮釋 都不能使我們 跟上帝的愛分開 無論是天上 還是地上的力量 實際上 沒有任何受造之物 能使我們 跟上帝的愛分開 這愛已經通過我們 主基督耶穌顯示出來了 所以親愛的 沒有任何事物 可以使上帝對我們的愛分開 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為什麼我們有時候讀真理 就是這樣過去了以後 可是當你開始慢慢去做的時候 做sodo的時候 你會發現我們裡面有好多的狀況 因為有時候感受跟理智 沒有辦法match 這時候你知道神也非常非常的 在乎我們的情感 所以當我們在做sodo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 當我相信了真理 我選擇了真理 我用真理來調整 我的心思意念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我的意志 我的自由 我的實況 所以 憂鬱跟恐懼 或是魔鬼不斷的攻擊 都沒有辦法 讓我們跟上帝的愛隔絕 好 我剛剛說到我們是一人的身份 所以呢 你知道一人的身份 不是我們做什麼 我告訴你 你不會再做什麼而逃神的喜悅 因為神已經非常喜悅了 喜悅到百分之百喜悅了 不會因為你今天奉獻更多 他會更喜悅 因為他太喜悅了 為什麼 因為是因為耶穌所做的 我們是因真耶穌 所以天父是透過耶穌來看我們 看我們是無罪的 看我們是聖結的 看我們是沒有瑕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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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所以他不是未來我們被提的時候 我們才是這樣 不是 是已經發生了 就是我們在神的眼裡看來 我們就是一人 我們在神的眼裡 我們已經有了一人的身份 而且神把榮耀賞賜給我們 我們要練習去看到身邊的人 神的榮耀是怎麼在他的身上 有的人說 有的人說 如果我們總是看別人是罪人的時候 你就會恐懼他犯錯和control他 但是當你發現他在 他是一人 他是有能力的 神在他身上是有榮耀的 有心意的 你就會受決 就會有一個尊榮的文化 可以理解嗎 你喜歡被信任 還是喜歡被質疑 但是神對我們是受選的 而不是質疑的 我們是一人的身份 也是兒女的身份 所以我們可以繼承了什麼東西呢 上帝因我們與基督聯合 把天上各樣屬民的福氣都撕給我們 上帝甚至早在創世以前就愛我們 親愛的基督跟你旁邊說 上帝在創世的時候就愛你 他在創世以前 什麼 世界還沒創造以前 在神的意念裡面 他就知道有你這個人 他就選擇愛你 他就已經在基督裡面 拣選了我們 他就已經愛我們 好 讓我們在他的眼中 成為聖結毫無瑕疵 欸 欸 你有沒有每一天想到起來 想到這件事情 你就覺得很happy啊 沒有 哈哈哈哈 要不要試試看 我們等一下會有一段時間 讓大家想想看 就是今天當我眼睛還沒有 還沒有張開 或是當我沒有一大堆list 要來到神的面前來祷告 或是我沒有來從上帝來 射免我 昨天犯了些什麼罪的時候 可是我就來告訴神說 主因為你在創世以前 你就愛了我 我要因為你的愛和歡喜快樂 要不要試試看 或是什麼不同的感覺 一個孩子 他一直在被愛的環境裡面長大 你覺得他會比較健康 還是在一個環境裡面 偶爾知道說他你哪裡做錯 你是個罪人 比較健康 做父母的都知道對嗎 所以我們要營造一個這樣的文化 而我們也有經文的根據 很清楚知道神是怎麼看的 所以 沒有什麼能控告我們 定我們的罪 與我們反對 因為什麼 因為神已經給我們一人的身分 在 羅馬書八章 三十一節下 上帝要是站在我們這邊 誰還能跟我們做對呢 三十三節 上帝拣選了我們 做處他的人 誰敢控告我們呢 誰也不敢 因為上帝親自賜給我們 在他面前成為一人的身分 三十四節 那誰能定我們的罪呢 誰也不能 因為基督耶穌為我們死了 又為我們復活 現今他正坐在上帝的右邊 那尊貴的座位上 為我們代求 可是我覺得今天我們基督最大的問題 是我們很愛控告自己 對嗎 我們覺得這叫做自己耶 有人終於笑出來了 這就是 我在去摩托力以前 我永遠都覺得我達不到神的標準 因為我的聲調 是跟魔鬼一樣不斷地控告我自己 然後其實我們會愛人如己 對嗎 所以當我控告了自己 我會控告別人 我會拿一張list來 check每一個我身邊的人 有沒有合神心意 其實也順便看看 有沒有合我的心意 但這不是神的方法 神告訴我們這是什麼 沒有人可以控告你 所以我們也不要控告別人 因為耶穌已經為他死 今天我們的文化 又是在網路上面 很嚴重的控告文化 對嗎 所以你們有玩很好 但是這樣的文化 並不是主神的文化 不是天國的文化 所以好不好我們開始養成一個 不控告自己 也不控告別人的文化 然後總是在 旁邊的人生命裡面 看到那個像什麼地方 告訴他 看到他生命的黃金 告訴他 他有多美 他有多棒 他有多好 因為他像耶穌 這個就是天國文化 這就是歧視性的文化 所以沒有人能夠控告我們 誰也不敢 結果我們發現我們自己最敢 所以好不好 我們不要再控告自己了 你知道嗎 如果你的小孩 他在你面前做錯一件事情 他認錯 你會希望說他從此 比如說他東西愛亂丟 你會希望他從此就是把東西放好 換另外一種方式做 還是只是在你面前哭啊 然後寫悔過說 我再也不要亂喝東西了 結果第二天還是東西亂丟 理解嗎 所以悔改的定義是 做另外一個方法 而不是在神面前痛苦流涕 表示悔改 不是 而是我本來是這樣做 後來我決定我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那個才叫做悔改 理解嗎 這樣有沒有很多定義 跟大家一起想的不太一樣 我們下次看那個 所以呢 成為一人的身份 完全是因為耶穌所做的 而不在乎我做了什麼 剛剛我們有唸到這段經文 對嗎 羅馬書八章三十節 是因為神拣選我們 把我們招來他自己那裡 把我們招來以後呢 他又賜給我們在他面前成為 藝人的身份 給了我們藝人的身份 給了我們藝人的身份以後 又把他的榮耀給了我們 請問我們做了什麼 我們只有什麼 耶穌說你來你來你來 我們就來 就這樣 對嗎 我們做了什麼 所以可以成立 沒有吧 可是我們這樣就是 被生毀一人了 然後呢 神做什麼 沒有人可以控告這些人 沒有人敢 這樣會釋放你的自由 這樣我們會不會很期待 其實你會知道 福音是一個大實的信息 所以應該是 充滿了喜樂的能力在裡面 我上次好像有分享過 對嗎 因為天國的能力是什麼 仁愛和平喜樂 喜樂在三位之眼 如果你靠神很近 但是卻沒有喜樂世界 很奇怪的事情 那一定有些地方 我們需要被感謝 所以我們沒有做什麼 我們就是有藝人的身分 因為耶穌做著愛情 這個就是救了 好 第三個 要告訴大家 我們第一個 成為神的兒女 第二個 神要 神稱呼我們 是藝人 第三個 祂要我們成為祂的朋友 請問你們兩個是麻吉嗎 不是 是 爸爸說是 旁邊的朋友 直接說不是 你傷了他 裡面有個人是 誰是麻吉的 誰是 夫妻是很好的朋友的 他完全原諒你說 不是麻吉 怎麼樣成為朋友呢 就是一 祂要向我們 吐露祂的心事 今天 如果神要向我們 吐露祂的心事 是不是代表我們需要 花時間 安靜在祂的面前 而不是 永遠帶著一張 照祂找告事 像來到祂面前 念完爪 請耶穌蓋爪 我就走了 那不是 建立關係的方法 對不對 建立關係的方法 是 我開始 安靜在神的面前 我來聆聽祂的神明 我想要知道 祂怎麼看這件事情 我想要聽 祂怎麼對這件事情 說法是什麼 我今天很气这个人 神你怎么看这个人 他说你们若行我 吩咐你们的就是我的朋友 所以神会对你说话 神会用各样方式来对你说话 因为他把你当朋友 请你不要一直把自己当奴仆 神让你upgrade成为他的朋友 因为他要把他的心事告诉你 约翰福音15章15节 我不再称你们为朋友 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 我已经称你们为朋友 因为我从我父那里听见的一切 都已经告诉你们了 心母级一本翻译是这样 我不再称你们为奴仆 因为主人不会向奴仆徒入心事 但如今你们是我的朋友 因为我把父告诉我的一切 都告诉你 今天你们会不会很套急 你觉得耶稣跟你讲很多事情的 请举手 哇很棒 你觉得耶稣把你当朋友 看着请举手 哎不错哦 很好哦 那还没举手的 我们不是说你比较不好 不是这样哦 而是要告诉你 神要我们成为他的朋友 所以我们开始练习 怎么样把自己看为是他的朋友 而不是奴仆 因为他不要奴仆 他要的是朋友 好 我们现在有一段时间 要帮助大家 为什么呢 当我们要开始练习当朋友的时候 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第一个 当你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 你知道你是谋爱的 你知道你是被称义的 你知道你是被称义的 你知道神有很多的产业给你 你知道儿女回到父母的面前是件 再自然的过失觉 就像baby一样 回转向小孩 被神来拥抱的感觉 你就完全的放轻松 在父亲的怀里 得不享安息 这是我们要带给大家一些 soking的感觉 跟学习什么soking 就是安静在神的面前 开始去倾听 而不是只有读圣经 或是只有祷告 请丹 但是我们需要你开始 放心安息在天父的房中 请听神要对你说什么 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也是很多启示心文化 最起步要做的事情 你知道安息的相对是什么吗 是因为信任 今天你如果信任神 你会勇敢的把自己交给他 但是今天如果在他的面前 也没有办法安息 相对就是你不够信任他 但神不会因为这样的神气 神只会告诉你 来 试试看 对吗 所以在带你们soking前 我们来嘲笑几个方言 刚刚我们教的那些方法 我们等一下会带一些工具书来帮助你们 会后可以 你们如果想要有兴趣要买的话是可以的 那一个当我所教的东西 方式在施暴电堂的蓝图里面有 现在呢要告诉大家另外一个工具书 叫做嘲笑谎言 就是帮助你在每一天发现自己生命里面有哪些谎言 你要用真理来取代他 毕竟你可以更加的自由 好 我们在soking以前 我们来嘲笑一些谎言 怎么样嘲笑法 当我说一句谎言的时候 经理就哈哈大笑 为什么呢 这是根据什么经文呢 诗篇第二篇 神在天上看到敌对他的诠释 神在天上大笑 没在怕 你知道我们的神很喜乐 没有在怕的 来 第一个谎言 我听不到神的声音 我错哦 我错哦 我们一开始在伯特医的时候有去干笑 有时候还听有去证明 这真理不是在笑什么吗 很好 神没有很想要亲近我 我昨天做一些事情 神现在很愤怒 我是个罪人 我没有办法亲近神 我没有办法亲近神 诶 怎么只有支撑在笑啊 哈哈哈 我跟你讲 这就像练肌肉一样 你去健身房练肌肉的时候也是这样对吗 就是一开始你觉得根本不是你会做的事情 但是因为你要把那块心心的肌肉练起来 所以你开始举它 本来笑很难笑 这什么好笑的 可是我告诉你当我笑了一年以后 当别人一讲你的东西不适合真理的时候 我就开始大笑 那有点像内功 你知道吗 你就是大笑出来以后 然后你就发现那个风能改变 好我们再笑一个好不好 有没有人要说一个idea 来我们来笑笑看 啊 我不可能改变的啦 都要老啊 哈哈哈哈 这国家没救了 哈哈哈哈 台中的空物也不会变老的 哈哈哈哈 大家就买了肃劲 哈哈哈哈 今天你在哪里看到没有叛话 那个就是谎言 因为在神凡是都能耶 在神凡是都能耶 那所以有什么想法出来 是让你觉得没有叛话 一定是谎言 Kaley姐妈 还有没有什么谎言要提供让大家笑的 我现在讲的好像都很难笑 你问大家提供会有什么谎言 牧师 有没有要提供什么谎言 关于烈火教会有没有什么谎言可以笑的 哈哈哈哈 牧师在明朗就开始笑了 哈哈哈 台中不会发大财 台中不会发大财 哈哈哈哈 有没有 所以我告诉你不会发大财 哈哈哈哈 笑肯有大财 哈哈哈 哈哈哈 不错哦 还有没有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好,珍妮是,我们是她的羊,所以我们一定会听到她的声音 我们等下放在一个SOPING的音乐呢 是三拍子,所以有点像她儿子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更不会介意 你可以站起来与神共舞,好不好 换一个方式,不是只有跪在神的面前 坐在神的面前,只会没头脱紧,是这样 你的父母跟孩子相处一定有很多很多的方式 是你们enjoy在一起的时间,对吗? 神也是 好,那我们请同工到我们放CD电手 你可以眼睛闭起来 然后如果你想要站起来,与神共舞欢迎